在近200年历史的香港法定古记 前李渔门军营改建的政府海边度假村里 玩射箭 门酒 壁酒 攀岩 户外省网 卡拉OK等十几种活动 只需要花13港币 你敢信吗 这是名副其实的香港local活动 港男老公小时候就和男校同学们一起来李渔门度假村速营 他说那时候玩任何项目都要排队 一群小朋友好不快乐 李渔门度假村是香港市区唯一由政府管理的度假村 从1988年运营至今 由曾经的李渔门军营改建而成 李渔门军营是香港最早设置 及最为重要的防御工事之一 李渔门度假村里有日营 黄昏营 夜营三种形式 香港居民可以经过smartplay预定 速营是可以过夜的 有宿舍可以住 也只需要81港币 我们选的是日营就是不过夜 可以从上午9点半玩到下午4点半 前往方法可以先坐地铁到烧鸡湾地铁站 然后在地铁站口坐免费接驳巴士 就可以直达营地 或者可以在中环坐8S或780号巴士 到李渔门公园站下 李渔门度假村很大 园内各建筑物分布在山坡的不同位置 需要不断地上下爬山往返于不同的活动 园内除了宿营宿舍 还有咖啡厅 食堂 自动贩卖机 早上一到园区需要先去签到 有工作人员给大家介绍园区活动概况 并给介绍材料 上面有园区地图和不同活动的位置 及开放时间 大家可以按喜好选择 园内还有海边教堂和花卉观赏屋 玩了一圈下来推荐以下几个地方必打卡 这个军营地史座建筑里有很多好玩的活动 建筑本身就是法庭古迹 超级唯美 建筑前面还有一个大坦克 小朋友看了肯定很兴奋 这里面有篮球机攀岩 射箭 门球 舞蹈室 手工课 康乐旗 都超级好玩 射箭和门球还有专门的教练一对一辅导 可以包场半小时 学到了很多知识 山上的第七座建筑是李渔门军营最早落成的建筑 俯瞰李渔门海峡 现在是咖啡厅 整座建筑透着浓浓的英式风格 优雅 辉红 咖啡厅前面的露天平台有望远镜 远处的街道和海面看得一清二楚 走进里面有朗美的惊为天人 鲜花 黑白瓷砖和拱装绝配 在这里看着海吃个下午茶 是个不错的享受 走进里面还能看到当年的内部结构 壁炉和灰塑天花线都得以保留 墙上还挂着建筑的平面图 户外省望镇也是非常好玩的样子 需要教练陪同 这里感觉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天堂 有户外游乐场 还有室内游乐场和专门的儿童省望镇 除了以上这些 还有草地球场 网球场 英地球场 地球场 羽毛球场 园艺馆 阅读室 电视室 烧烤厂 自然镜 等超多好玩场地 要离开的时候 偶遇消防车进来 近距离看到了出现场的消防员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 好像是营社住宿那边着火了 好在有惊无险 后来处理好了 大家打去说 不怕 对面就是消防局 来这边也快 大家想体验小时候看的港剧里的生活 一定要来度假村玩玩 上世纪90年代超流行的玩法 现在体验下也觉得超级好玩 性价比超高